安坑乐林学习中心10号上午举行实业室 在放完寒假后重新回到课堂上 长辈们都相当开心 带着愉快的心情参加活动 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 除了欢迎长辈报名参与 112年度春季班课程 也鼓励长者踊跃加入终身学习行列 安坑乐林学习中心 发挥终身学习的一个精神 给老人家几种的帮忙跟协助 第一个是可以拓展老人家的人际关系 让大家可以多交朋友 第二个是有助于老人家的身体健康 透过运动、舞蹈 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有活力 第三个也可以让心灵有所滋养 安坑乐林春季班总共开班了13个班级 共有360人次参加 课程内容包括了手机拍拍走、太极拳 流行舞蹈、书法、打击乐等等 有动态、静态、音乐艺术 以及时下流行的3C课程 让长辈可以有多元学习的机会 学习包括了辖区多位议员 都到场给予鼓励与支持 大家一起互动、认识、走出家门 然后来这里互动 可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脑子持续动我们就延缓我们的老化 这样子长辈欢喜 谁最开心啊 就是我们晚辈最开心的 乐林学习的课程动静皆以形形色色 新华真的佩服大家 这个勇于走出家门不断的学习 我想大家来自于各方都已经有精彩的人生 大家的人生经历都非常丰富 首先要感谢我们陈校长 那对于我们长辈的照顾 确实真的是用心很深 因为你没带特资 没带这个学习 你在家里都在干什么 第一个就看电视 回到老学到老 安坑乐林的长辈透过了丰富的课程 不仅学习到各种才艺 也充实了生活 更交到许多好朋友 迎接乐林生活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请开启动 小旦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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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旦采访报道